被美国FBI控罪 正在等待法庭审理的中共军方研究员唐娟 日前获得保释 离开了监狱 来到了他的担保人C先生家里 这位神秘的C先生就此揭开了面纱 我们待会儿就来告诉您 关于C先生更多的详细情况 包括他是怎么会出来做担保的 我也会做出独家的揭示 大家好 欢迎来到走入美国 我是新田 被质疑拥有中共解放军 现役军人身份的唐娟 去年底拿到美国访问学者J1签证 来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癌症中心做研究 今年6月20号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谈话 第二天他便躲进了旧金山中领馆 7月23号走出领馆之后被捕 他被指控两项罪名 签证欺诈和向FBI做虚假陈述 隐瞒自己与中共军方的关系 8月27号 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C先生 向法庭表示 他愿意以自己的家产做抵押 保释唐娟出狱 虽然他跟唐娟从来没有见过 也没有说过话 根据法庭文件 这位第三方担保人叫Steven Trey 他和配偶 以75万美元的房产抵押为保释金 担保唐娟出狱 这份文件是由审理此案的 美国东区联邦地方法院 纽曼法官Kendo Newman 在9月10号下午2点56分签发的 法庭要求唐第二天早上9点 向省前服务部门通过电话报道 唐娟还被要求在Steven Trey家中 接受14天的防疫隔离 不得在没有经过省前服务人员允许的情况下 离开住所 他也被指令不得申请护照 以取代6月份被FBI扣押的护照 法庭告诉唐娟 他只能在律师或法律顾问在场的情况下 才能通过电话或视频 跟中共领事馆的官员征询意见 法官也提醒担保人Steven Trey 如果唐娟逃回中国的话 他的住家将会不保 那么这个Steven Trey到底是谁呢 在上个月第一次出庭 表示愿意提供保时金的时候 Steven Trey反复要求完全匿名 法庭文件显示 法官后来是同意了他的部分信息隐匿 包括他的具体住址 但是他和配偶的名字 签名 居住城市和州 都要在法庭文件上公开 所以根据这些法庭信息所提供的线索 我们查询到了更多的公开资料 这位崔先生的面纱就此被揭开 包括他的住址 Steven Trey中文名字崔轩 现年57岁 住在美国加州的Foster City 那是介于旧金山和硅谷之间的 一个填海而成的小城市 面临海湾风景秀丽 被评为美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 崔轩是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产权律师 从履历表上来看 有着颇为出色的学业和职业经历 1985年左右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后来到美国留学 从论文发表的情况来看 至少是在1992年到95年之间 在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读博 获得了分子神经生物学博士 之后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97年到2000年之间 在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Morrison Foster律师事务所工作 期间拿到了加州律师执照 后来他到Genentech制药公司 担任高级知识产权顾问 接着又到了大型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 仲达John Stey 担任北京代表处的资深顾问 2010年崔轩加盟总部位于北京的 军河律师事务所 成为他在硅谷办公室的合伙人之一 三年后离开军河独立开业 简历上写的是以他的英文名字 命名的律师事务所 业务就是关于生命科学知识产权 看起来他应该是一个从科学家 转型到生物制药类的知识产权的律师 崔轩有一儿一女住在Foster City 有两处房产相距只有6分钟的车程 目前并不清楚唐娟是住在哪一栋房子里 根据网上的信息 在这两个房产所属的邮边区 两卧房的每月租金是高达5000美元 所以对获得保释的唐娟来说 可以说是从地狱到了天堂 根据中英文多个媒体的报道 崔轩第一次在法庭上解释 自己为什么要为唐娟保释的时候 曾经声泪俱下 说自己是因为在成为美国公民的过程中 获得了华人社区的关键帮助 令他感到要回馈社区 也为子女树立榜样 不过作为经历过类似的 从留学生移民美国的人 我们从他的简历中 看不出他会遇到什么巨大的困难 成为美国公民 而且会是因为华人社区的关键帮助 才能克服的 当然了也不能排除有外人无法想象的意外事情发生 以至于他回想起来会声泪俱下 愿意以几十万元的家产为一个宿命平生 被美国政府制议为中共军人并被起诉欺诈的人所担保 除非他所说的华人社区另有所指 因此他想要回馈的社区也是亦有所指吗 问题是假如确实如此的话 他所谓的华人社区 就把所有其他对唐娟案有不同看法的华人都包括了或者代表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愿意呢 在那个被他罕见的保释举动所震惊的纽曼法官眼里 他对华人社区的观感不知道因此会是什么样的呢 对这些方面我们只能点到为止 那么这位崔律师是怎么冒出来做担保人的呢 下面的消息应该是独家的 还没有任何其他媒体报道过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崔轩是唐娟的辩护律师之一 Patrick Wang找来的 Patrick Wang中文名字王鹏 自称是义务为唐娟辩护 8月初曾经在微信群组里发帖 招揽愿意为唐娟提供保释住所的人 转发的一个群呢 就跟中国科技大学相关 帖子里的信息显示 王鹏律师跟唐娟的家人有联系 因为他写道 唐娟的中国的家人会承担相关的保释费用 而且他认为唐娟很不幸的成为了中美博弈中的牺牲品 那么崔轩真的是王鹏通过微信贴子找到的志愿者 还是早先已有安排的人选 微信贴子只不过是一个程序性的幌子呢 就不得而知了 王鹏还自称 主要的辩护律师西格 Malcolm Segal也是他找来的 他一手为唐娟这么一个在美国无亲无故 来了只有半年的访问学者 按照庇护律师的说法 只是一个一届平民的人 组成了一个三家律师事务所所组成的豪华辩护律师团 尽管法官纽曼批准了唐娟的保释 美国检方仍然坚信唐娟有逃跑的可能性 联邦助理检察官 科伯拉已经提出动议 向东区联邦法院地区法官门德斯 也就是纽曼法官的上一级法官请求 推翻纽曼的命令 将唐送回监狱 因为他认为唐娟没有理由在获释之后 留在美国国内 科伯拉在动议书上表示 被告人跟美国社区没有任何的连接点 跟担保人之间也没有任何的交集 这种案情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点连纽曼法官都认同 而且被告人还在被捕之前 已经有逃进旧金山中领馆 并躲藏一个月的前科 对此 科伯拉写道 因为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唐某逃离美国 他绝对不会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此外 由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引渡条例 如果唐某逃亡 他不可能再回来 尽管如此 纽曼法官居然还是同意了保释 唐娟的律师希格尔和约翰逊辩称 军校时的照片不说明什么 但是检方说 FBI探员已经发现了充分的证据 证明他与中共解放军空军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关系 并且在他的签证申请上对这些关系撒了谎 科伯拉检察官表示 在后来审查从唐娟的住所查获的电子文件证据时 FBI发现了很多张唐穿着军装的不同照片 而且还发现了一段视频是唐娟的一次演讲 他穿着解放军军装并以进军礼开始进行演讲 科伯拉表示 这段视频演讲是在唐娟持J1签证进入美国的几天内录制的 那至于唐娟是来到美国之后录制的这段视频 还是说他在中国录制来到了美国之后完成剪辑的 这段话就没有表达的特别清楚 预计地区法官门德斯将在10月中旬对检方的上诉做出判决 决定唐娟是继续保释 待在崔萱位于Foster City的房子里 还是要回到加州州府沙加缅度县监狱 在这里我想说 王鹏也好 崔萱也好 如果真的是认为唐娟很无辜 真的是只是出于对她的同情而帮助她的话 那么这就说明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开放法治的社会的美好之处 华人就应该更加的珍惜在这里的生活工作养育下一代的机会 应该遵纪守法尽力去维护这个体制 假如不是这样的情况 这两位美国的职业律师是在利用美国的体制为中共领事馆服务的话 或者他们分不清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区别的话 以为帮助中共政府中共军方和中共军方方面的人 就是在帮助中国和中国人的话 那么他们就是在玩火 而且可能会连累其他真正无辜的中国移民 目前各种迹象表明 川普政府已经把反击中国共产党北京政府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轴 不仅在美国国内针对中共的渗透和影响 祭出各种强硬政策 包括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系的中国公民 来美国攻读研究生或从事博士后研究 一些美国大学终止了中国访问学者项目 而且预计会要求外国留学生 每隔两年或者四年就必须向国土安全部报到 重新获取签证 另一方面 在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了反共国际联盟 尤其重要的是 川普政府把中共和中国中国人区分得一清二楚 这对于所有在美国的华人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了 在这个分岔路口上 在这个历史的时刻要选哪一边呢 欢迎您在下面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还没有订阅的话 就赶快订阅并点击小铃铛 选择all 以后就可以及时的收到提醒通知 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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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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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